我打包的应该是只有输了 民主党立委蔡壁如 宣布请字后的第一天 先来立院办公室整理东西 自嘲不当立委之后 可以天天睡饱 但讲到论文被德民科大判定抄袭 还撤销学位 仍有许多遗憾 那这个图跟表都是我做的 那当然有些文字的叙述上面 他们是来自于社群 这些文字可能一句话 会跟某个杂志 某个周刊的一句话是一样 他认为这个是抄袭 辞职不是为了就是 演示什么 我觉得辞职是应该来公开的承担 自认论文没问题 反而认为校方连判决书都没有 就先判他抄袭 执疑背后有政治力介入 但蔡壁如此时辞去立委 被解读是不想冲击 高宏安跟黄珊珊的选情 第一时间倒是没有想到 第一时间我想我的个性是这样 我们不喜欢被人家栽赃 那也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当然心里头不符 但是我想还是要去接受 更透露已经有跟即将接替的 星光集团第三代 吴欣盈助理联系 也要求办公室同仁 全力协助吴欣盈 那在宣布辞职前 党主席柯文哲知情吗 他就跟我讲说 是不是等完整的学轮会的那个报告到 那也搞不清楚里头到底是错在哪里 或是哪里有问题 判死刑也要判决书 怎么会这样 什么都没讲 这个件事情就先执学了 你还是先辞 然后再去寻求那个救济 这个也没有什么叫断尾求生 至少我跟你讲 我认识他三十年 他是个做事认真的人 而且听闻一下蛮有God的 年底选战仅剩一个多月 论文风波席卷政坛 蔡碧如出招 力拼 紧急支写 华语新闻 蔡宇智 李鼎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